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校生社会不良的影响呢 当然我们也要抱歉 贬家洗钱于于让台大校友频频电话抗议 逼着校长低头道歉 但是新生入学的这一天 校长不在家 副校长代表致辞 今天你们进入台大 你们真的是以台大为荣 说好要着重品的教育 副校长开场白却听不出来道德感何在 接下来上台演讲的台大学学系教授 当场吐槽 不过各位不要高兴 台大学生出去 人家不见得会尊敬 只会羡慕而已 对不对 我说你们看到社会上有很多 政治人物乱七八糟 贪官污吏一堆你们都觉得人痛恨 我常跟我的学生讲说 各位在座 你们不要骂那些人哦 你们就是未来的贪官污吏哦 对不对 老师一上台演讲就没在客气 接下来更是把焦点 针对了法律系学生 和前总统夫人吴淑珍 我认为学法律一定要修伦理学 但是法律系不必修伦理学 我觉得很奇怪 如果执法者没有道德 谁来应该执法 如果吴淑珍女士听我的话 她一定比现在活得幸福快乐 我说吴淑珍女士 如果不要躲在总统府 而是走出外面去残葬之家 孤儿院 我告诉你 她握到的每一双手会充满了感动 孩子被第一不能握到手 我一定要好好努力 各位这不重要 最重要在哪里 如果吴淑珍 这样走这么一招 她会发觉她的生命是不一样 你知道吗 大一生新生报到第一天 学生坐如针针 也成了台大新生 前所未有的震撼教育 这位新闻 这是宗雅艺 还有波动